第六集 在这之后,秦始皇又设郡县,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,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行政机构。 这套制度对国家统一,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都起到了重大作用。 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以此为蓝本,加以发展和完善,使中国的封建集权制度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完善的封建制度。 但正是这样的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。 在15世纪后,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后来居上的欧洲,国门也因此被西方的尖船力炮打开,使中国人民沦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奴隶。 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,是保证了中国在此后两千年的历史中统一的因素占主导地位。 即使在长期分裂中,人心也趋向于统一。 秦始皇为了维护秦朝的统治,又先后进行了千富豪、毁兵器、毁城防、住持道、定秦律、车同轨、书同文等,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措施,巩固了帝王的统一。 成为皇帝的秦始皇,统治是异常残酷的,他的身世对他后来的统治影响很大。 秦始皇从出生一时就作为人质生活在异国他乡,童年时代又是在逃避赵国的追捕中度过的。 回到秦国成为太子,他的境遇大有改观,一下子从惶惶不可终日的质子,称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。 其间的事态炎良,人情世故,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刻体会。 带到熬到秦王之位时,权力又被母亲赵太后和吕不韦所把持,而自己的亲生母亲又与假宦官烙爱,勾搭成奸,还给自己生了两个同母不同父的弟弟。 贵为君王的秦始皇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耻辱,对于秦始皇而言,他只有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,才可能以威负重。 此后,秦始皇又重用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,其治国思想中多少受到了李斯的影响。 而统一天下后,面对六国贵族势力的反扑和民心不一的局面,秦始皇也只有采取残酷的统治措施,才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,使自己一手创立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代。 此外,秦始皇毕竟只是一个凡人,在自己创立的帝国面前,秦始皇躊躇满志,不可一世,当然会为自己的丰功伪绩,树碑立传。 他先后修建了阿旁公和栗山木这两个庞大的工程,又为抵御外族的入侵,巩固边疆的统治,而修筑了万里长城。 这些庞大的工程耗资巨大,征用的人力物力又太多,这自然会引起不堪重负的老百姓的不满,也就给那些六国遗老们以恢复国土的口实了。 春秋战国时期,朱子百家的后代那些世人们也在这时候反扑起来,这些世人的指责引起了秦始皇的不满。 公元前213年,博士淳于月站了出来,他在一次庆功宴上重新提出,分封制度不能废除,他认为不按照古代规矩办事那是行不通的。 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,说,现在天下已经安定,法令统一,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,却学古代,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,在百姓中制造混乱,如果不加以禁止,会影响朝廷的威信。 李斯又给秦始皇上了一封奏书,建议,命使官将秦记以外的史书通通烧毁。 除博士掌管藏书以外,天下所有的诗书和朱子百家书籍,一律送到郡中烧毁。 有感谈论诗书的人杀头,一股飞金的灭族,官吏知情不报,同罪。 令下三十日不烧即判刑,保存医书、占卜和农书不悔,如果有人想学法令,拜官吏为师。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奏书,全国各地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活动。